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 他是距离现在大约四千多年前的人物 当然他也被写在圣经当中 简单说他就是被天顶独一真神 所经算和因材的高性度 简单说他就是被天上这位独一真神 所拣选又带领的古圣徒 他的名字后来也被神所改 像是欧邦这个亚伯拉罕 所以他的名字后来也被神来改名 称为现在黑板上的亚伯拉罕 他本来的名字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的名字亚伯兰是什么意思呢 是被高举起来的父亲 但是他一开始去学校的老板 把他赴这个名字时还不知道 母亲的孩子有什么生意没出的 他被他的父亲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还不知道后来的他 连儿子都恐怕快生不出来了 可能他的父亲塔拉为他所取这个名字 他的期待是什么呢 至少让他未来所生的孩子能够高举他 能够荣耀他 但是不管怎么说 高举的老板也只不过是 整个女孩怎么在他押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被高举 也不过就是他的几个孩子来高举他而已 但是后来这个人确实印到他的信心 但是后来这个人却因为他的信心 神也应许了他一个 连想都不敢想 做梦都不敢梦到的一个将来 就是要让他成为很多人的父亲 甚至很多人超过天顶的城 超过海边的山 甚至这些人超过天上的星 海边的山 所以要让他成为罪国的阴 所以要让他称作是多国的父 所以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 从被高举的父亲成为了多国多人的父亲 当然信心的信心还书都这样跟我们说 当然在新约圣经雅各书又这样跟我们说 2000年前的经文跟我们说 这个阿伯拉罕又是亲自神的朋友 这2000多年前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亚伯拉罕又称为是神的朋友 这样跟我们的介绍和我们所听到的 照我们刚刚所介绍以及我们所听到的 这样亚伯拉罕应该是我们心目中所有的天顺之人 这亚伯拉罕应该就是我们口中所谓天顺之人 什么天顺之人像中乐透一样 什么是天顺呢 就好像中乐透一样 万万中选一的 是万人中千万人中选一 这么厉害的人物我跟我同样的一样 那这个这么厉害的人物我可以和他一样吗 事实我们要知道 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特殊者 事实上我们要知道 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位特殊的人 因为圣灵带着圣经 跟在座主委说一件事 因为圣灵借着圣经 告诉我们在座主委一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教大太书第三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时间没有五十分钟 迁的经文比较多 如果不负迁直接看顶头 记来就好了 来不及翻的话 可以看上面的经文就可以 迁的有个队就没关系 我们可以翻得及就跟着翻 第三章第九节 科研那一心为本的人 有信心的阿伯拉罕 作为得福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有一种人可以和阿伯拉罕 作为得福 有一种人可以和亚伯拉罕 一起来得福 第九节这个人 中文看不出 但是原文是这就很多人 第九节这个人 原文里面指的是 负数是很多人 所以这一心为本的 所以是说这以信为本的很多人 我们问这些人是什么人 那我们就要问了 这些人是什么人 你小弟来看 其实就是 我们在座每一位 都要阿伯拉罕 怕同样路的信道 就是你们 照小弟来看 就是我们在座和亚伯拉罕 走同样一条路的圣徒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那小弟认为说 我们在座主义 应当就是现代阿伯拉罕 为什么小弟说 我们在座的诸位 应该就是现代的亚伯拉罕 我们要用亚伯拉罕的时间 把阿伯拉罕的一世人的信用 做一个归纳跟总结 我们要用短短的时间 将亚伯拉罕 他一辈子的信仰 做一个归纳和总结 其实阿伯拉罕的一世人 其实亚伯拉罕 他的一辈子 讲解也是可以说 是其他信用前辈 也就是今天有很多信徒的信用 说起来就是 过去很多信仰的前辈 或者是现今的这些信徒 一样的信仰 从创世纪阿伯拉罕的故事 跟他对他怕孙所记载的故事 从创世纪所记载 亚伯拉罕的故事 以及为他子孙所记录的这些故事 大家要记得一定有一个重点 那我们要记得 他一定有一个重点 就是神的应悉是如何选的 就是神的应许是如何来实现的 神应许要怎么实现 这要证明神的信实 神的应许如何来实现 这要证明神的信实 除了神的应许还有第二个重点 除了神的应许 还有第二个重点 就是神跟应许 我们对圣经当中的这些人文 对神的应许的态度和欢迎是什么 还有就是神的应许 接着圣经告诉我们 那我们得到这些应许的人的反应态度是什么 我说一遍 这个是神的应许 我们再说一次 一个是神的应许 但是不是这样而已 对神应许就是神的应许 我们的态度和欢迎是什么 不只是这样 另外一件事 我们对于神的应许 我们的态度和反应是什么 这是两件事 阿伯拉罕是世人 我们如果要说这句话才会说 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 亚伯拉罕的一辈子 就是阿伯拉罕对神 应许和能力 他的信心 是由来由去没听到的 是亚伯拉罕他对神的应许 以及信实 其实他的信心是摇摆不定的 待会我们再看就知道了 没有呢 我们现在不是说 阿伯拉罕的信心很好 你就要拿 那我们说 亚伯拉罕的信心很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下午不用说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是 幽来幽去 起起落落的 大家要知道 亚伯拉罕的信心 其实是摇摆起落不定的 我们现在现在看 《创世纪十二经》开始看 我们现在从《创世纪十二章》 我们先看《创世纪十二章》 《创世纪十一章》 我们先请看《创世纪十一章》 《创世纪十一章》 《创世纪十二章》 一个萌芽 一个成长的时期 这个廟是什么 它离开故郷 去到现在所称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是怎么发生的 这里就记载了 它如何离开它的故乡 到现今所谓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样的过程 所以頂頭這三十 三十 其實我們看到 一開始他是對著他老婆的腳步 不是他自己開始走的 有看到嗎 我們從31節32節看到他是 一開始是跟著他父親的腳步 並不是他自己開始這樣走的 一般他的生活目標 也是他老婆給他頂下來 不是他自己頂的 他原來的生活目標也是他的父親 為他定下來不是他自己定的 就像我們今天在座主義有很多統領也是這樣 就像我們在座很多統領也是如此 我們很多人也是出生的時候 就跟著我們的父母親來到教會裡面 一開始這個信仰也不是我們自己的信仰 一開始這個信仰也不是我們自己的信仰 也是我們的父母 阿公 阿嬤的信仰 也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的祖父母他們的信仰 但是有一天這個事情絕對會發生 但是有一天這個事情一定會發生 三十二十這個事情一定發生在我們生命裡面 三十二節記載的這個事情一定會發生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就是他拉他離世 我們信仰的前輩 我們信仰的前輩 我們信仰的中輩 有一天會離開我們 原來帶領我們信仰的這些人會消失 原來帶領我們信仰的這些人他會消失的 在我們生活當中 理所當然的這樣的跟隨這樣的信仰模式 會因為這個事件可能發生很大的轉變 在這個時候有的人就開始 就開始忘記了 就開始有疑惑了 有時候有些人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開始產生疑惑了 而且是這個時候的阿伯蘭 我們想喔 阿伯蘭在這個時候他心頭會想什麼 我們想如果是阿伯蘭 阿伯蘭他這個時候心裡面想什麼呢 他心中一定有三條路出現 他的心中一定有三條路的出現 老爸帶我帶的 老爸死了 我的父親帶我離開故鄉 但是他死了 以前是他叫我安裝就安裝 我就對他就好了 以前他說什麼我就跟著做就對了 現在這個人不去 我要做決定 但是現在這個人不見了 我要自己做決定了 就是繼續往加南地去 所以第一條路就是他繼續往加南地走 第二條路我們現在人也會選啊 沒有啦沒有啦 難怪要做什麼 就走路在阿伯蘭嘛 這個地方也不錯嘛 第二條路可能想 我不要那麼辛苦了 我就留在哈蘭就好 第三條路呢 第三條路呢 我就回到我們的故鄉 那親戚朋友沒那麼多 回到他午餐嘛 那我回去吳爾 那邊親戚朋友比較多比較舒服 各位我們的信用 在我們人生當中 感到分歇過 各位在我們的信仰 人生旅途當中 曾經有這樣分岔路嗎 那個時候我們是如何決定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是如何做決定的 而且我們當中很多人 一定做出決定了 或者在我們在座的很多人 已經做出決定了 我們看阿伯蘭 他如何從這三條路來決定 接來的方向 我們看這亞伯蘭 他如何從剛剛提的這三條路 他決定他未來的方向 我們看十二章第一節 我們看十二章第一節 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節 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節 這個時候亞伯蘭心裡有疑惑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他早就離開了啦 其實他早就離開了 他走到一半 走到哈蘭 腦袋到沒去的嘛 他是走到了一半 走到哈蘭他的父親才離世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神開口了 但是在他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神開口了 神告訴他你接下去 要怎麼辦 神告訴他你接下來要如何如何 我們在這三條路來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我們從這一節裡面要得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就是亞伯蘭他單單從神的話語當中 就確定了他人生未來的目標和方向 小弟要強調喔 單單對神的話這樣而已 小弟要強調是單單照神的話而已 各位在這節裡面你沒看到神的現現對吧 在這一節裡面我們沒有看到神的顯現 神沒有變出來給他看 神沒有顯現給他看 神也沒有輸給他義萬和義相 神也沒有賜給他義夢和義相 神也沒有插天使來拍出來給他看 神也沒有拆拍天使來顯現 我們注意這裡有神的話而已 什麼都沒有有注意到嗎 我們要注意到這裡只有神的話 其他什麼都沒有 各位在座親的兄弟 我們很多人今天的信主不是這樣來嗎 在座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很多人信主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有多少人信到他看過幾遍天使 我們有多少人信主到現在有看過幾次的天使嗎 耶穌又找出來給你看幾遍 耶穌又向你顯現了幾次呢 你是因為接受了什麼義萬和義相 接受生命嗎 或者是你是因為看到了什麼義相或義夢 你才來受洗的嗎 你說世情當前 阿伯蘭就單單因為神的威 他就是了他就做了 我們看四千年前 亞伯蘭他就單單因著神的話 他就相信就去做了 我們看新約神經 約安福音20章29節 我們看新約聖經20章 約安福音20章2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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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剛才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是有福了 各位看到耶穌的不一定會信耶穌 各位看到耶穌的不一定會信耶穌 你想兩千年前多少人看過耶穌 沒信的更多 你想兩千年前多少人看過耶穌 但是不信他的更多 但是感謝主我們在座主義 真的是有福的 但是感謝主我們在座的諸位 我們是有福氣的 你就是耶穌所說 沒看到耶穌就信了 阿伯蘭一樣 你們就是那些耶穌所說 沒有看見他就相信的 和亞伯蘭一樣 為什麼我們還沒看見就相信了 我們來看神佑聖經 約安福音第8章47節 我們來看約安福音第8章47節 約安福音第8章47節 約安福音第8章47節 我們看上半節就好 耶穌就說什麼看人 淡淡聽到神的話 你就有感動就願意什麼 耶穌告訴我們說 什麼樣的人淡淡聽了 神的話就會相信呢 就是出於神的 就是照神的檢選 照神的旨意 神所要檢選的對象 如果不是神要檢選的對象 如果不是神要檢選的對象 就算將聖經解釋得更清楚 他也不會相信的 我們在座的諸位 真的是出於神的感謝主 我們在座的諸位 我們都是出於神的 我們感謝神 這樣看見阿伯蘭是不是出於神的 那我們這樣看來 亞伯蘭是不是出於神的呢 如果用這個 萬阿伯蘭2000年後的經文 看阿伯蘭 阿伯蘭也是出於神的 有嗎 如果以這一節 完了亞伯蘭2000年的經節 他這裡指的也包括了亞伯蘭 所以新約聖經 就跟我們說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所以在新約聖經 又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我們一起來看 希伯蘭書十一章第一節 希伯蘭書十一章第一節 神就是所望之宿的實態 是未見之宿的客氣 所以什麼是聖經說 真真真正的信心 所以什麼才是聖經所說 真正的信心呢 還沒看見你就什麼 還沒有看見你就相信了 看到這麼三信 這是 要怎麼說這是信心 這應該說去確認而已 如果看見才相信 那稱不上是信心 還有一種人 有小弟也讀過 看到了也還不相信 還有一種人 小弟也曾經遇過的 就是看見了他也不相信 但是這你說不是一般的聖經書 這你說是屬靈的書 神的書 但這裡指的不是一般 世上的事情 這指的是屬靈的事情 神安排的機會 讓我們遇到神的書 屬靈的書 神安排了機會 讓我們遇見神的事 屬靈的事 但是有時候我們遇到在後 這跟我們說 有時候是我們遇見了以後 但是我沒遇過 我沒看過 但是有時候是我們還沒有遇見 我還沒有看到 但是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在座出的神的人來說 這就是確實的 這就是底 這就是正義 對我們在座的來說 這就是一個證據 所以我們再看見 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章 我們再看回到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章 神開口向亞伯蘭說話 什麼都沒有說話而已 神開口向亞伯蘭說話 只有說話 什麼其他的都沒有 今天相信我們在座大多數的人 在信亞所 也是都跟亞伯蘭一樣 我相信我們在座 大多數的人 信耶穌都和亞伯蘭一樣 我們是和他一樣一條路 我們是和他一樣一個模式 我們是和他同一條路上的 是同一個模式的 我們都單單領受到神的話 我們都是一樣單單的領受了神的話 然後藉著神的記憶和聖靈的印象和感動 然後藉著神的話語 藉著聖靈的感動引導 我們就相信了 各位信了後到耍接下的事情發生 各位信了以後 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創世紀十二章第七節 第七節 也好發向亞伯蘭現現現說 所以一開始只有話 所以一開始只有話 你看前幾節 亞伯蘭領受了照著 我們看前面幾節是 亞伯蘭他領受了 然後他照著做了 然後才有第七節這件事 所以神是落尾比較改善的 所以神是後來才向他顯現 我們的信仰通常也是這樣 我們的信仰通常也是這樣 所以十二節 是亞伯蘭信仰的啟蒙期和生長期 所以十二章是亞伯蘭信仰的啟蒙期和生長期 然後如果我們有時間 我們回去看十三章十四章 這兩章說什麼 所以我們的信仰通常都不會用 所以我們的信仰慢慢地來培養 慢慢地來成長 我們相信我們都沒有那個感動 我們也很願意照神 跟我們教導的實戰來生活 我相信我們也都有這樣的感動 很願意照神的指示來生活來做 所以十三章十四章就是 阿伯蘭信仰的穩定期和發展期 十三章十四章在講的就是 亞伯蘭他信仰的穩定期和發展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阿伯蘭 這個時候還沒改名 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亞伯蘭他還沒有被神改名字 他在這裡主要給你記載他兩件書 這裡主要記載了兩件書 第一件就是他和他的竊子 也有人說孫子 就是這個留著有一個地方 第一件就是他和他的侄子 羅德走到了一個地方 那些地方 沒有跟他們這兩個家族 親的精神和那些博人做的生活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辦法 容納他和他侄子的兩個家族 所以我們來看創世紀十三章的八十到九十 所以我們來看創世紀十三章的第八節 第九節 因為有這樣的事情 阿伯蘭就這樣表明 因為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亞伯蘭他如此來表明 阿伯蘭就對著說 你我沒有三章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沒有三章 因為我們是骨肉 第九節 偏地沒有在你的感情 請你離開 你向倒邊我就向架邊 你向架邊我就向倒邊 大家知道阿伯蘭的態度嗎 我們大家可以讀得出來 亞伯蘭他的態度嗎 我們像生活當中也對著一些問題和困境 就好像我們的生活當中 也會遇到一些問題和困境 不管這件事是外面的人 還是我們家裡的人 不管這件事情是來自於外面的人 還是我們家裡的人 和我們有關係的人 阿伯蘭在這裡的態度就是 我願意勵勵嘛 亞伯蘭在這裡的態度就是 我願意來禮讓 我願意勵嘛 我願意讓 甚至啊 這說起來啊 我比較吃虧 大家感受得出來嗎 甚至說起來是 讓我自己比較吃虧 讓你先選 你如果 羅德會選比較好比較壞 不知道 他如果選比較好就變你吃虧了 讓對方先選 那羅德選好選壞 不知道 但是選好的 那自己就吃虧了 好的也有算好壞 這土地當然有好有壞 地理位置也有好有壞 這地理位置也有好有壞 今天我們時段 如果放兩間房子 我們還可以在那裡 輕鬆地點好 賣的價值好 賣的 今天我們的長輩 如果留了兩間房子給我們 我們還會計較說 地點好不好 我們還有這個北斗說 沒有啦 讓你先選選出的 這是我的啦 我看這幾個 很多人說的 我們有這個度量說 讓對方先選嗎 我想很多人 講不出口的 阿伯蘭是長輩 大家要知道 亞伯蘭是長輩 羅德是要叫阿伯蘭 阿伯蘭 羅德要叫亞伯蘭 叫叔叔 因為羅德的父親是大哥 他比較早離世 這叫一個長輩 一個長輩 一個長輩 一個阿伯 娘自己的孫子 結果是一個長輩 一個叔叔 讓給自己的侄子 我們想說 阿伯蘭的這個心態 他的底氣在哪裡 他的經濟在哪裡 我們想亞伯蘭他可以這樣做 那他為什麼 他的根據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四星當中的高星度 後來的經文 跟他的心態 慢慢說出來 其實這個四千多年前的聖徒 後來的經文 也慢慢將他的心境 教明出來 所以你創世紀裡面 沒說得這麼清楚 雖然在創世紀裡面 沒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我們相信神界 當的朋友 一定有聖經裡面 所說的那些 好的地方 我們相信神 將他當作是朋友 一定有他在聖經裡面 這些好的德性 所以我們看過 《聖經經》 《二十經》的第三節 怎麼說的 我們來看 《真言》二十章的第三節 如何談論智慧人 《二十經》的第三節說 《萬里》 《粉情》是人的尊嚴 有說人都愛情鬧 不管是為了什麼事情 你吵鬧 不管為了什麼事情 來吵鬧 他說我沒有為了很多事情 但是有的事情 我們就會計較 有些人說 我不會為了這種事 不過另外一種事 我們也會計較 有的人說 這就是事情 我怎麼不可以不爭 怎麼會合理 有人會說 那這種事情 我可以不爭取嗎 這樣合理嗎 但是這三千年前的 《聖經經》 《聖經經》 但是這三千年前的 《聖經經》 《聖經經》 告訴我們 《聖經經》 《聖經經》 怎麼表現 所以說 《遠離紛爭》 這是一個人的 應邀和尊嚴 這裡說 遠離紛爭 是一個人的尊容 這個人就是 責非人 當然這個人指的是 智慧的 如果有望人呢 很喜歡勤奮 很喜歡計較的 很愛爭 那愚望人呢 就是很愛計較 很愛爭取 你說這三千年前 幾月的經文 現在我們來看 兩千年前 請神數給我們 怎麼說 這我們來看 兩千年前 神賜給我們的經文 情報信憲 哥連道全書 第六章 第七節 我們請看 《聖月聖經》 《哥連道全書》 第六章 第七節 第七節 你們逼出各種 這已經是你的代錯了 為甚麼沒 1964 為甚麼沒 Finding forgy 這句話 如果我們要把它活出來 非常的困難 這也不是說 这里指的不是说 你不得已被欺负或吃亏 这里的你们指的是 我们在座 蒙神拣选的基督徒圣徒 今天不是 没状态发生的 还是人挑战的 今天不是不小心发生 或者是别人故意的 这里说我们要情愿 心甘情愿的受欺负 这里说我们要情愿 心甘情愿的来受欺负 他这个问法 在座网文里面 就是希望你有肯定的回答 这个问法在原文里面 就是一个希望你可以肯定来回答 这看法是问句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肯定 我情愿受欺 我情愿吃亏 他期待到这样 这个语气就是一种 期待要你这么做的语气 如果我们是被外邦人欺负呢 如果我们是被外邦人欺负呢 如果是被这些得寸禁止的亲戚 五十 如果是被这些得寸禁止的亲戚 来让我们吃亏呢 不管有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 关键是我们自己 不管对方是不是信耶稣 那关键在我们自己 圣灵和基督期待你 圣灵和基督是期待我们 不只接受还要心甘情愿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表现呢 我们来看《圣灵神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五章十八节 一切都是出在神 他接到基督给我们自己和好 他那种困难和他和好的分数 和我们 因为和我们庆分和我们计划 就不可能得到和好的地步 因为如果我们和人来计较 就不可能达到和好的地步 各位这十八节最重要的是最终的一句 这十八节最重要的就是最后的证据 今天圣经不只期待 我们和别人合目和好 今天圣经不只是期待 我们和别人来和好 我们和别人合目和好 是一个消极的目标而已 我们和别人能够和睦和好 它只是一个消极的目标 大家看这十八节 本来知道神期待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积极的目标 在十八节的最后 神期待我们还有一个更积极的目标 我们要放人和神 人和我们之间要和好 这是一个结婚 什么结婚 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结婚 都要这样做 是我们要去劝人来和好 这是一个职分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去做的事情 除非他违背真理 故意要让我们死 其实很多事情和真理都没关系 和我们的利益有关系而已 其实很多事情和真理没有关系 和我们的利益有关而已 真理和我们的利益 不一定是同样的事情 真理和我们的利益 不一定是同样的事情 但是人和人的关系 通常是因为利益 不一定是因为真理 我们也很少会为真理来关系 人和人会来吵架 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真理 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当初心情是希望 我们为真理来争辩到究竟 但是反过来的是 圣经要我们为真理来争辩到底 但是有关我们自己的生活时 我们是要感恩收起乎 要吃贵 甚至要让人好好 但是讲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尽力与人和好 甚至我们要吃贵 问题来 我们还要放别人这样 结果我们自己没做 这有可能 我们还要劝别人这样 但我们做不到 可能吗 因为我们有这个体会 知道神希望我们这样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体会 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 所以有时候 那口气吞不下去 也要感谢主吞下去 又动作感叹 所以有时候 那一口气吞不下去 我们都要感谢主 吞下去 还要感觉到甘甜 因为我们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相信神知道 他看到我吃亏了 他看到我受欺负了 他看到我受欺负了 他看到我一直去用屁 他看到我一直的吃亏 我都不用基督 我就知道神一定知道 我不用祷告 我都知道神 他一定知道 他会因为这样来高兴 他会因为这样来纪念我 各位兄弟认为 这就是亚伯兰的心态 小弟认为 这就是亚伯兰他的心态 我们说一个比较 他为什么有那个北斗 让他的孙子先去选 我们讲白了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度量 可以让他的侄子来先选择呢 他相信神绝对不会亏待他 他相信神绝对不会亏待他 他算去那间房子 多钱地团更好 没关系我有神绝对不会亏欠 就算他选了那一间房子 地点好 价钱好 但是我有神 我绝对不会缺乏 结果你看他的孙子 真的先算 很大半 结果我们看他的侄子 他真的先选了 亚伯兰他真的就这样 先选了好的 结果我们也知道 阿伯拉罕不是你做嫁 他没有说我给你牛 待会你真的选择 我是客气 你真的选择 你也没这样说 我们看亚伯兰 他也不是做表面的 他真的就让他先选了 我们知道是怎么他没有做表面 我们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做表面呢 因为创世纪14章就是在说这个故事 因为接着创世纪14章就在讲这个故事 大家看圣经里面的创世纪14章 这里说什么呢 我们看创世纪14章记载什么呢 这里说四王跟五王的战争 这里记载四王和五王的征战 这里说一堆名称和地名 大家看得不沙沙 这里讲了一堆名称和地名 当然我们看得很不清楚 简单说四王跟五王在创世纪 都发生了一堆事 什么事 简单讲就是四王和五王 他们征战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先看14章12章 我们先看14章12节 如果阿伯南的孙子露得和露得的材负都唱了 那时候露得都住在宿宿 所以他的孙子没台没志 结果涉到红台尾了 结果他的这个子子没事碰上了这个患难 人才两师 他人才两师了 这个阿伯没有这个时候 结果落井下石 还是又说结果 人家叫什么 结果 荷棒相争渔翁得利 他没有说你去招好 我这两边的土地我都在宿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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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 如果现在可能就有人说了 这个是报应 感谢主神赐给我了 我们看阿伯南这个阿伯 我们看14章14节 14节到16节 阿伯南听起 他的孙子没了解 就率领 他处来生用的 情人总顶三百十八人 一直追究担 15节 变地暗时 各自家博人 分对十百的人 他还追究担摩石 倒面的合法 庄和鼻子 一切的材料都担担 连他的孙子路德和他的材料 以及他的父亲人人 也都担担他 无条生命的危险 大费时间精神去救 他的家人 亚伯南他大费周章 花费了这个时间精神 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救回了他的亲人罗德 虽然我相信阿伯南 心中一点 因为今前他心境 已经没问题了 我相信在亚伯南的心中 对于罗德先选了这件事情 心里不会有怨恨 但是以人生来说 就算没问题 难免稍微感情 没得多留意 对吧 但是以人性来说 虽然没有怨恨 但是至少至少也有一点不开心 因为教会里面 我刚才有很多人会这样说 没有啦 我没有计划 只是这样说 心里没什么松开而已 都没这样说 因为教会里面 我遇到很多人说 我没有计较 但是就是要说一下 没关系 人是这样 当然人性就是这样 设计阿伯南也这样 计较他做到一点 也是先说 我先说 假使亚伯南是这样 那他至少做到了 他虽然没计较 可能心里稍微不松开 但是他改完 他虽然不计较 可能心里也有一点点不愉快 但是他解怨 他但没改完 就没办法做到14节 14节到16节 如果他没有解怨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做到 14章的14节到16节 我们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 第3章第3节 我们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 第3章第3节 这可能说 博士有一种人 如果不是俗亚所基督 就是这个表现 告诉我们说 末世如果不是属耶稣基督的 就会有这种表现 没亲情 没改完 爱说姻阿威 没可以主欲 性情向博 没爱良善 有看到没改完吗 没亲情没改完 我们看到这个 无亲情不解怨 亚伯兰不是 亚伯兰他不是 虽然离这句经文 以前要两千年 虽然他比这个经文 更早了两千年 你看高信度 虽然没亲情 我们设这么多信经 所以我们看这些古圣徒 不像我们读这么多圣经 神会将他当作好朋友 不是没有理由的 所以我们知道 信心上头 信用上头 信重又稳定的信度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信仰上 成长又稳定的一个信徒 他一定心来 三神 心万事都知道 他一定心里相信 神万事都知道 他凡事都监察 相信我们可以 体会神的心就好了 相信我们可以 体会神的心就够了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 做我们的心 就像新约的经文说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今天很多事情 虽然看起来 我们吃亏受欺负 今天很多事情 虽然看起来 我们好像吃亏受欺负了 你如果有人 别人还把你 信一步 跟你笑你傲 你让了别人 还进一步笑你笨 但是没关系 我相信神主要判断 但是没有关系 我相信神 自有判断 神也一定会 叫我们各人所做 给我们报答 神也一定照我们个人 所做的来报答我们 万一这样做的 神也是真正这样 给我们保守 给我们修好 我们愿意这样做的 神当然也就 一样的来保守我们 赐福我们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 马太福音五章五节 我们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得到 生守地土 各位温柔是什么 温柔是说 圣经当中 不要让人尊敬 不要让人杀 大善温柔 这个温柔的意思就是 不要与人来竞争 不要与人来争吵 各位你们自己看 阿伯南怎么有温柔 阿伯南有温柔 亚伯南他温柔吗 阿伯南真正温柔 亚伯南他是真的温柔 温柔跟双叠来 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节 就是事情要这样发生的 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四张 创世纪十四节 创世纪十四张 我们看神他是不是很特意 要注意这个前后顺序 不然就看不懂了 我们注意这个前后顺序 不是先跟阿伯南答应 要让他这么多 阿伯南跟心甘情缘 女孩耶稣 神并不是先答应了 亚伯南要给他这么多 他才心甘情愿的让给罗德 第八十 第九十 神都没有跟他说 阿伯南自己担心温柔 女孩人之后 神跟他说 好 我现在要把你所有看得到的 众部都给你 这是前后顺序不一样 是 亚伯南他愿意先礼让了 他愿意先牺牲了 神才赏赐给他 各位不知神对阿伯南 也要对我们在座主委 神不只对亚伯南这样 也要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这样 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六章 我们继续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六章 所以十五章十六章 你说阿伯南 他信用的什么旗 七年旗 十五章十六章 在谈亚伯南信仰的试炼旗 简单说 这两章你说 阿伯南一直要生孩子生没孩子 简单讲 这两章讲的是 亚伯南要生孩子 但生不出来 结果神明明答应要给他孩子 结果神明明答应要给他孩子 但是他却让他的妾 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十五章十六章 你说这个故事 十五章十六章 简单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简单讲这个亚伯南 他在信仰的成长期 稳定期 但突然的信心就失落 十五章十六章 在十五章十六章 简单讲信心没急急 这个亚伯南他的信心 简单讲是不及格的 这是一个破口 这是一个破口 信心失落 判断错误三声是怎样来 但是我们要看 这亚伯南他的信心失落 他的判断错误 是如何来的 我们先看一个经文 我们看十五章第四节 我们看十五章第四节 亚伯南又对他说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亚伯南说主亚伯我既然没惊 你还要输我什么呢 我们跳过来看第四节 亚伯又有个对他说 这个人得到没听到你的教书 你本身所生才要听到你的教书 我们跳过来看十六章的第二节 看十六章第二节 再来对亚伯南说 亚伯我让我不能生 求你让我的职务干当榜 那才是我充饮他得亚伯 第四节 亚伯南跟佳伯当榜 佳伯就有心 他记得自己有心 就看清耶路主郎 所以这就是他刚才说的 这就是刚刚小弟所说的 他跟神说他没有孩子 希望神能够赐给他的孩子 神告诉他的 我一定会赐给你孩子 但是他后来自己等不及了 和他的悲女生那个孩子 我们要讲为什么 第一就是我们也同样 当想要碰上需要的时候 想要跟需要 这两个都这会怎么做 第一个就是当想要和需要 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时间关系我两个很快 你也要玩得快 时间的关系 路加福音六千八十怎么跟人说 路加福音六章八节怎么说呢 说因为我们不及求以前 我们所使用的 我们的悲哨就已经知道了 告诉我们说 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 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父 天父早就知道了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我们的天父也乐意满足 我们所有人的需要 我们的天父也乐意满足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就像对阿伯兰来说 他没欠情 没欠吃 没欠博饮 他欠一个亲生的后生 就像亚伯兰一样 他什么都不缺 但他就缺了一个孩子 神不知道吗 神答应他 他刚才我们十五经认证了 我们在十五章读到 神不知道吗 神早就答应他了 神答应一定会成就 神的答应一定会成就的 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 阿伯兰不只有这个需要 他还想要要更快 重点在亚伯兰 他不只是有这个需要 他还想要赶快来得到 需要跟想要 这个问题很大 这个需要跟想要的问题很大 他想要更快 他想要快一点 他没想要 一直不知道要等到当时 等的感觉很难 他不想要再等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因为等待是痛苦 就像我们跟神祷告 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成就 我们一直等 等得很难过 他也不想要 他也不想要年纪大把了才生孩子 他也不想要年纪大把了才生孩子 或者是他自己想 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可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面对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面对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知道神 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知道神 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要是如何呢 我就要赶快得到 我怕我等不及了 对吧 我们的日子也同样 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刚才有的家庭 我一遍 两遍 三遍 三遍 还做四管婴儿 有时候遇到姐妹 一次 两次生不出来 还做四管婴儿 有时候又小产 祂知道意思是如何 不知道主耶稣的意思是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的健康也同样 有时候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一样 带我们祈祷啦 传道要替我祷告 但是传道一定是一段时间了 这身体都不太好 传道已经一段时间了 可是身体都没有比较好 如果我们是亚传道 我们是不是这样想呢 到底还要等多久 我和莎莱是年纪 你开玩笑 我和莎莱都这把年纪了 第二 第二的因素 第二的因素 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 因为亲近的人的影响 因为亲近的人的影响 这亲近的人的影响 小弟所说这个亲近的人 指的是什么人呢 不一定真的是和你 住在那儿的同房的室友 还是同一个屋檐下的 不一定啦 不一定是和你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亲近的人大家会进 亲近的人我们要知道 只要在乎你 关心你 不管是社会 卡电话 手机 什么 常常在乎你 关心你的 那些同事 朋友 家庭的家族 这亲近的人指的就是这些 常常来关心你的这些 亲戚朋友 但是这在乎你 关心你的人 你把他们当作保护 当然是没不对 这些关心你 在乎你的人 你把他当作是宝贝 但是有时候他们不是信神 也不一定了解神的机遇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是信神的 他也不一定明白神的主义 我们来看圣语神经 马太福音十周 三十六十到三十八十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周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马太福音第十章 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人的收贴就是自己家来的人 要背不过他爱我 不配做我的问度 要二路敲过爱我 不配做我的问度 三十八节 没背着他的十二节来均对我的 不配做我的问度 阿们 各位 基督教不是叫你没有亲情 他都跟你说那些没亲情 不解约的人不是信徒 对吧 基督徒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没有亲情的人 但是这是主要说 你跟我们说一个属实 不是神主信 但是属实就是这样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实 有时候会听到我们信仰的收敌和障碍 是那么亲近的人 有些时候成为我们信仰的仇敌和主爱 他关心你的分音 关心你的感受 关心你的功课 人家有很多给你关心 希望给你建议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他关心你的学业 生活 工作 他建立你很多 希望你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 三十七节要怎么看 三十七节我们要怎么看 这个爱就会听啊 听父母的过于听我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是怎么会听啊 那为什么我们会听呢 因为感觉他讲得有理 因为我们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他也是为了我设想的 他也是为了我来设想啊 你轮到想回去不要闭啊 时间没了 从世纪十六节 阿伯兰的太太 萨莱跟她建议 你跟我的使女同房生一个孩子 萨莱有没有在关心亚伯兰 我们看这萨莱 之所以要亚伯兰和他的这个使女 夏甲来同房 萨莱所提出的建议有合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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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兰的需要吗 这萨莱所提出的意见 是不是也切中了 亚伯兰的需要呢 你要去哪里去找这个太太 你想去哪里去这样的太太呢 你要去哪里去找这个太太 我们要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太太呢 哪里人的香港来看 萨莱是很了不起的呢 有没有 以人的眼光来看 这个萨莱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你刚才这个了不起得罪神啊 但是各位知道这个了不起 其实得罪神了 人家是人的收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怎样做这个建议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怎么会做这样的建议呢 我们看16张最后一节 我要说很快 创世纪16张最后一节 创世纪16张最后一节 后来下家和阿伯兰生了一个小孩 阿伯兰给他号名叫他生妈里 下家和阿伯兰生他生妈里的时候 阿伯兰八十六岁 要注意哦 真正都没挑战记载几岁 这记载几岁 就是为了十七周第一要说的 这里以前都没有记载几岁 这个时候记载的八十七岁 其实为了十七章 八十六岁 其实是为了后面 十七章所记载的 因为以前的圣经没有分 几岁几岁几岁的 这是到最后的 以前的圣经没有分章节的 就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八十六岁要生一个女孩 这是为被神祈以自己 用戒气 情欲生出来的 八十六岁亚伯兰生了一个孩子 这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和情欲 所生出来的 所以第三点 有时候我们人们 想要用我们的行为 来加速完成神的旨意 第三点 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想要 用自己的方法来加速完成神的旨意 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跟随主的人要有两种表现 我们跟随主的人要有两种表现 第一种就是 尽本分来丹好神的安排 第一种就是要尽本分来等候神的安排 没有忧虑的交托 凡事感谢 没有忧虑的交托 凡事感谢 另外一种小弟在教会里面也遇到 另外一种小弟在教会里面也遇到很多 你感觉我做的这件事也没有遗憾的旨意 我要用我的方法 用我的方式来加速完成神的旨意 第二种是 第二种是我认为这不与真理违背 他想要加速来完成神的旨意 有的时候这个加速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招集 这是另外两个译叫客气 或者是另外两个字 不是变成灵性 是变成黑气 我们信仰所有人也有很多黑气 不是凭着灵性 是凭着血气 其实信念主义很多血气 不一定对我们信仰好 事情如果成了 不一定对我们的信仰好 事情又不成 怪天怪地怪白人 又出万元 常常有时候会这样 事情没有成就 有时候就怪天怪地怪别人 有时候是这样 你看有些人很急的 急到实在路没死得很惨 我们看有一个人很急 后来死得很凄惨 我们看三文义记上28节15节这个人物 我们看三文义记上28节15节这个人物 在上面 三文义对所有人说 你为什么叫我把我钓起来 所有人回答说 我有够 急撇又急就急 因为那时候人们要攻击我 心也离开我 不然这种生地 才是忙来回答我 因此我请你带来 好止是我运动专业 其实这不是三文义 这是魔鬼 其实这里不是撒摩尔 是魔鬼 这个王信神 信一世人 是怎么在这个时候 去叫一个 交鬼的妇人 替他把他死去的三文义 叫他 为什么这个王信神 信了一辈子 最后他要去叫这个交鬼的妇人 把死去的撒摩尔交上来 在魔神王金就说这是第四的罪 是大罪 这个交鬼跟占卜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这是大罪是自死的罪 索罗王有原因 但索罗王他是有原因的 你说我现在要太多了 你开玩笑 国之大事 他想我现在要打仗了 这是国家大事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这国家大事 很多人的生命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而已 是整个国家的大事 结果我担半步 神还没把我指示 没把我开嘴 结果我等了老半天 神也没有开口指示我 所以他在说 我胜窘疾啊 我很急的啊 所以这里写说 我胜窘疾 我非常的着急 这样一级月 他和民间死了之后 国家都终不去 这一急 他和他的儿子死了 连国位都没有了 我们看到阿伯兰 我们看回到亚伯兰 我们看到十六千最后一战 我们看回十六章最后一战 他生这个孩子八十六岁 来各位 直接跳到十七九第一战 我们跳到十七章第一战 变九十九会 你们看到吗 这里记载九十九岁 这我们的研究 这十三年啊 神话没什么欢喜 都不要给他打了 十三四年完全不要给他打了 我们都在乔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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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打了 依照我们的研究 这十三年 神都不理会亚伯兰的 我不是告诉你 要赐你一个儿子 我不是早告诉你 要赐你一个儿子 你听到乔一批 关心你的人去做这批乔 但是你听了你家里关心你的人 做了这件事 生了一个以色玛丽 到现在都还在打仗 以色玛丽就是阿拉伯民主的祖先 以色玛丽就是阿拉伯民主的祖先 这故事我们都看得到 这是亚伯兰 但是我们现在要再说什么 时间教过我们再说 神实在是大慈爱大灵敏 神实在是有大慈爱大灵敏 虽然神也会去 神不是不会去 虽然神也会生气 不然不会有莫的 我们不要做了让神生气的事 但是虽然神的生气 神是外神 祂也是大慈爱大灵敏 但是虽然神会生气 但祂也有大慈爱大灵敏 所以你看17章第1节第2节 所以我们看17章第1节第2节 先开口的他就是神 先开口的也是神 99月神队那年说 我是全人的神 你应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第2节我就跟你立欲 那是牵着就给你事 阿伯南是怎样完全之 fordi 我们看3节 亚伯南他是如何来完全的呢 亚伯南没因为這十三思 busted 方便不信 亚伯南没有因为这13年神 不理他他就不信神了 亚伯南也没有因为这十三思 Richter没有自己 frame 也会有人顺izo 神生气 所以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 神先开水 你看神有阻碍吗 神先开口 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人啊 你要做完转 要这样完转就是 一听到人马上整个拍在地 神啊 我谈你很久了 你知道吗 神要亚伯兰做完全人 亚伯兰完全的表现就是 俯伏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灵魂和生命 完全拍在自己面前前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魂完全 俯伏在神的面前 来顺服他吗 我们大家要了解 我们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 我没有认识世界上很多人 比我们这个神更少情 更厉害 我没有看过世上有任何一个人 比我们的神更加的念旧 我们这个神是有少情的神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一位神是非常重视 我们关心的神 你可不管怎样改造 他怎样不信他 他都给你认识 不管我们如何的不信他 他都不会忘记我们 这是他自己说的喔 我们来看《鬼余圣经》 《耶利米苏第二节》 我们来看《耶利米苏第二节》 《耶利米苏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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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在对他这个民族发生的 神的辈子发生的 这里神对他的百姓来呼喊 他的辈子是挖背的神 他的百姓如何来背你神 没有你这个神我还要开我 走走的啦 怎么像在呛礼物那样的 好像跟神说 没有你我还比较快活 但是我天上的神 这个王子做到这个天堂 我实在感觉 要再在那里发 我们看这位神 做到这样的程度 他还在这里呼喊 自你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恩爱 从你很年轻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这个爱情 从我拣选你之后 我们像婚姻这样的爱情 你以前是如何如何来跟随我 你看神这四个日子 我亲情 我们看神这四个字 真的是最深情最习情的人 是最深情最习情的人 你不要再给我骂 不要再给我糟蹋 我都会记得 你不要再骂我了 我都记得 他还在等候我们回头 神对亚伯兰也是如此 神对亚伯兰也是如此 所以17章之后就改名了 所以17章之后就为他改名了 99岁才改名了 他到99岁才改名了 99岁才改名了 要100岁才改名了 改到亚伯拉罕了 到99岁 快100岁了才改名 这是神对亚伯兰的体制 就是神对亚伯兰的提醒 也是对亚伯拉罕的期待 也是对他的期待 接着这个名字 你怎么会记得 我不是要你真正做高雅的老爸 是要真正做 追逐追国的老爸 我要让你真正做这种人 你怎么会记得 所以他复伯在神的面前 完全的相信 各位我们对神的欢呼 我们是不是满心三信 各位我们对神的吩咐 我们是不是满心相信呢 我们愿意改变吗 我们愿意来承担代价吗 亚伯拉罕他全部都做了 在这13年信仰的沉浸 他的信心从谷底上升得更高了 所以在18章 我们就看到他爱心信心的接待 看到他对神忠心又恒心的跟随 也看到他对世间人 有可能犯罪的人 他的怜悯又代求 也看到他对于世上犯罪的人 他的怜悯和代求 这都在18章里面 这都记载18章里面 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信心 心又继续回应 又给他接听 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神继续回应他加添他 所以说这就会从世纪20章 你看亚伯拉罕 我们看20章 就算他偶尔软弱了 但是神仍然看顾他 祝福他 我们看创世纪21章的 22到23章 我们看创世纪20章的 21章 22章到23章 所以这个外邦人 辛苦病的人 都看得出来 神跟他专业 大大宿舍 都在做建政 就连这个外邦人 他身旁的人 都看得到神 与他同在来祝福他 要人跟神之间 破裂的关系 这个时候 不只受报 又越亲密了 神的教会 看得越重 亚伯拉罕和神 原来破裂的 这个关系 又修补 甚至更好 受到神的祝福 所以这样 阿伯拉罕要贏接他 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所以接着亚伯拉罕 要迎接他人生 最后的一件大事 就是创世纪22章 神给他说 你爱做你的独生章 就是创世纪22章 神告诉他说 你要将你的独生子 献给我 你也愿意做 他也愿意做 神给他保留 他的狗 神保留了他的孩子 又和他 立定了永远的约 各位 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第二章23节 我们来看 亚伯拉罕第二章23节 新的圣经 亚伯拉罕第二章23节 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阿伯拉罕信心 这就算他的愚 他还可以成为神的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虽然他是神的朋友 虽然他是神的朋友 但是我们看到 他的信心是被神给他背拥出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他的信心是被神培养出来的 虽然他是神的朋友 虽然他是神的朋友 没有代表 今天我们的信心 就不可能 比亚伯拉罕更高 并不代表 今天我们的信心 就不可能 比亚伯拉罕更好 事实上我们从圣经 我们读出来了 我们也听出来了 从我们的见证 我们也听出来了 我们后来有很多神的信徒 在信心上头 一点都没比阿伯拉罕更差 我们看到后来 有很多神的圣徒 在信心上面 一点都不输亚伯拉罕 甚至少知道 我们当中有的人 信心就像阿伯拉罕一样 甚至小弟知道 我们在座 有人的信心 就和亚伯拉罕一样 亚伯拉罕的信心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比神的淫电 淘淘的淘淘 淘淘成中 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起起落落 但是被神引导 逐渐的来争长 他和我们都是同样信心的人 他一辈子在信心上的挣扎 还有培养 成长 他的摇摆 他的恢复 他的坚固 所以各位 这不是在说我们吗 各位 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吗 我知道 这其实是在说我们 不是在说亚伯拉罕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节 我们再来看佳拉罕太书三章六节到九节 我们来看 加拉罕太书第三章六节到九节 我们再来看佳拉罕太书三章六节到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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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佳拉罕太乱五节到九节到五节到九节到九节到五节 Pro